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铁在古代社会是一种关系国际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 铁的制作技术与产量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古代世界的钢铁冶金技术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技术路线 一种是诞生于西亚地区的快链铁 快链圣钢技术 该技术路线在古代世界广泛的存在 另一种是中国发明的生铁制钢技术 这两种不同的技术体系在中国各地均有流传 并发挥不同的作用 现有研究表明 中国自治在公元前六世纪就开始使用 速炉也炼生铁 并在随后发展形成了 以生铁及生铁制钢为核心的钢铁冶金技术体系 生铁与生铁制钢技术体系为中国古代钢铁产业 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 为下游产业提供了物美价流的原材料 极大的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军事装备、交通等各领域的发展 促使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程度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 该体系对维系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贡献 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发明之一 龙泉宝剑锻造技艺作为中国首批的非物贞化遗产 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 它是先祖留给后人珍贵的技艺和文化 而作为龙泉宝剑锻造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法素炉野铁技术在龙泉已经面临失传 后继无人的现状 当下以铸剑传承人的身份深入挖掘 中国古代刀剑野铁的完整记忆体系 包括古代素炉野铁技术 古代生铁制钢及刀剑断打技术 重新复原祖先完整的铸剑记忆 是身为当代铸剑师传承人的重要责任 这一责任不是社会强加的意义 而是作为铸剑之道传承人内心的热忱 2019年春龙泉剑村刀剑研究院 与北京科技大学野铁与材料史研究所 进行了深入的合作 并得到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黄新教授的大力支持 2019年4月 在龙泉剑村进行了古代野铁素炉复原 和汉代还手刀复刻的实验 这一和高校科研机构 与民间高水平将人间的强强联合 该项目以战汉时期野铁素炉为原型 参照其他野铁炉形遗址进行炉形复原 选用农泉本地的石鹰盐 黏土石鹰砂 碳粉等材料构建构筑炉体 专门烧制复合野铁需求的木炭 同时在龙泉欧江采集复合古代野铁品味需求的铁砂 并设计古风系统进行冶炉 制定上料、装料、送风等方案 试验中我们还采用了热电口、红外色测试仪、红外热成像仪、热风式分数剂、压力变送器、五指记录仪、手持式XRF、分析仪等多种现代的技术手段 对野铁过程进行全程监测并收集书籍 演练结束后 对炉体还进行了解剖 进行图像文字记录 并分析取样 这次实验我们的第一步 在复原素炉冶炎铁技术的基础上 进行生铁制钢相关技术的复原 并利用生铁和生铁拓探后相关原材料进行刀剑的断打 这是我们的第二步 建村素炉冶炎铁制刀呢 我们现在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 我们先要做素炉冶炎铁的炉形 炉形的设计 炉形设计呢 我们参考了战汉时期的一些炉形 以及我们考古发现的一些炉形进行设计 最后的炉形 我们的图子是这样子 做的炉形图子 那么做炉形的同时 我们要去龙泉欧江采集铁杀 我们这个铁杀是我们龙泉当地欧江采集非常优质的铁杀 这个铁杀是无流的 含铁品味非常的高 大致在50%左右的含铁量 这是吸铁杀的图片 这铁杀吸铁石直接就吸了 含铁量相当的高 第三步 我们烧着特制的松炭 我们龙泉本地叫白炭 因为这种松炭 它的热能非常的高 唯有这种松炭才能演练出生田 那第四步 我们是到龙泉当地采集石鹰石 石灰石进行炉体的这种漆柱 黏土 因为龙泉有非常丰富的石鹰石 石鹰石它的耐高温 它能达到1800多度 所以说在这样子的石头的漆柄下 它才能演练出生田来 如果是用鹅卵石或者是其他青石的话 它就会炸开 这个原材料就非常的重要 这是我们当时做炉 敲石头的一些照片 就是炉底 炉底 这个炉底非常关键 因为炉底如果做不好 它的铁水就会往下渗透 所以在做炉底的时候 我们敲得非常的湿 这个炉底 这个炉呢 是用原石 因为我们这个原石敲出来 它都圆圆的 所以在气的过程中 又非常的困难 而且我们在气的过程中呢 它每气一天 到时候要用火烤 要把它给水分烤干 这样子呢 就有利于我们后面 野铁的时候 炉体啊 它能够很好的保温 这边的炉体已经气好了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 气这个炉的时候 气到最后的时候 整个炉坍塌了 那么在后面呢 我们就在炉 炉形的上面用铁丝 把它捆起来 这样子呢 在烧制过程中 等它烧硬以后 这个炉就非常的结实了 这是我们当时 做的第一个四面炉 后来我们又做了第二个 眼炉炉 这两个炉同时都在 烟铁的 这个是我们第一炉 在烧制的这个照片 火焰非常的高 那么第五步我们就开始 树炉野铁 树炉野铁呢 当时我们在这个炉下面是 一层松炭 一层铁砂 一层松炭 一层铁砂 这样子叠加上来 让我们的整个炉腔内 都填充了松炭和铁砂 再进行开始烧制 那么在点火过程中 我们这是要有一个 慢慢起来 火慢慢升起来 松炭慢慢 点燃了以后 变红 开始烧制的过程 那我们的骨氛系统 随着加氛 所以它的火焰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原来是这种小小的火焰 到了后来就变成这种大火焰 到这种 我们特别是 后来加松炭的时候 整个炉体 它的火焰冲上去 高达十多米高 非常的壮观 可以看 这张照片就非常的壮观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 炎铁的时候 这个加了我们的松炭以后 松炭一加进去 它整个往上冲上来 整个都是有 因为冲炭有非常细的碎末 烧红了以后 它就像烟花一样 种上来的 那我们 这是我们去 就是敲炉体 我们去铁 把它排出铁的时候 因为它里面有压力 所以出来的铁会喷出来 它的力度很大 这是当时我们留 就是第一次 烧了四五个小时以后 开始我们第一次出铁水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刚开始流下来的铁水 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古代 树炉野铁 它只有一个孔 它的排铁孔和排扎孔都在一个孔里的 所以说呢 只有先把这个铁水流下来以后 它后面又流铁扎 在这个炉铁的过程中 我们还要加入石灰石 石灰石的作用就是 催化剂的作用 让我们这个铁能更好的融化 那么在这个断炎链的过程中呢 石灰石能够促使铁跟铁渣的分离 所以在我们取铁水的时候呢 先流下来的是铁水 铁水重必重大 所以它流在炉体的底下 当我们把这个炉口敲开的时候呢 第一流出来的是铁水 到后面铁流完以后呢 接下来铁渣往外排 后面出来的都是铁渣 这里可以看到 这些发黑的都是铁渣 第六步就是我们实验分析 实验是千年之链 实验报告 我们有单独的一个报告 这边就在这里就不详细解释了 那我们当时我们搜集了热电藕 各种现代的仪器啊 都加载在这个我们的炉腔里面 这个炉腔里面 热电藕 包括成像仪 热成像仪等等 在我们眼里的过程中 都起到了数据采集的作用 那么第六步 我们就是要开始解剖 炼铁炼完以后呢 开始解剖 研究炉体内部温度不同的变化 观察铁砂氧化还原的过程 这个我们就开始解剖 把这个炉铁重新解剖 解剖以后呢 因为根据它的上下炉温不一样 它在炉体里面出来的这种表现是不一样 上面的炉温 它相对来讲没有偏低一点 因为它上面的松炭比较多 铁砂它还没开始还原 所以上面保存的是以松炭铁砂的一个 最上面是松炭铁砂的原来状态 随着往下走的话呢 它的温度开始变高 那么松炭融化完以后 铁砂那开始还原成铁水 铁水往下流 整个一直流到下面的炉底 这个炉底 炉底下面呢 它原模炉底是圆的 所以下面的炉底最后 全都是铁水聚集在下面 那么我们下面有一张照片 这是我们练出来的铁的一些照片 我们这还有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是铁水往下流的这么一个动态的 流水的 凝固的这么一个洁净的照片 这就非常的清楚 我们的铁水一点一点往下流 流下来 而且在松炭里面 缝隙里面往下流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我们通过解剖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炉温 哪部分是最高的 最高部分 它的这个炉温啊 因为温度很高以后啊 把边上的土 雌土 这粘土啊 都烧成灰色了 甚至把我们的石英石 颜色都烧变掉了 这个可以看得到 炉温的变化 它只要烧灰的部分最厚的 变化最多的 说明这个里的炉温就是最高的 第七部分 就是我们把裂下来的这个铁 生铁开始进行灌钢工艺 我们用生铁跟手铁一起来复合断打 做我们汉代还手刀复刻的原材料 这个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们 这个又是我们的断打炉 断打炉的炉 炉体 它的炉体非常的小 那么在这里面开始加温断打 因为里面杂质很多 在折叠过程中 它会有很多的火花 杂质往外排 这是我们在灌钢的时候 要包裹 我们把包裹起来 让生铁和手铁连在一起 来融化 这是我们在断打的过程的一个照片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折叠断打的配料的一个照片 折叠断打配料的照片 在这个技术实上再 扫红了 再粘合 把它拉长 再折叠断打 这样子来回折叠 像我们这种古法的话要三万多层 折叠完以后 它的层数打到三万多层 这是一个毛胚 这是一个毛胚 这个原材料打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可以拉长 做我们的汉代刀的一个造型 第八就是我们的总结 总结我跟大家好好地分享一下 那么建成古法 液铁盐 在旱时期液铁炉为原型 参照其液铁移植进行 炉体的复原 选用龙泉本地的石英石 黏土石灰石 松炭等材料构成炉体 我们先后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来砌这个炉体 使用了约15吨的石英石材料 砌了两个炉 专门烧制3.6吨的 复合链铁的木炭 同时在欧江产集了1.3吨的 复合古代野铁品味的铁砂 并设计五分系统进行了研铁 我们采用了五个热电镖 一台红外测温仪 一台红外成像仪 一台热分式分数剂 一台压力电送器 一台五指测试仪 一台手持X2分析仪 等多种手段进行测试 采取数据 那么这次实验 我们一共烧炉 这过程中我们轰炉轰了三次 因为轰炉啊 它要把这个炉体的温度 轰上来 以后把它的水分排干 每次大约要二十个小时 在炉铁之前的准备工作 每次要二十个小时 那每次烘炉呢 大约要用五百多斤的柴火 一周左右 切好一个素炉 炉铁需要 我们把这个炉温啊 要热炉 这个热炉大约要三十个小时 要进热炉 第一次加料 液体到铁水出来 这个要五个多小时 这样子一共要一斤多的木炭 五百多斤的铁砂 流出了约一百五十斤的生铁 所以是一个非常周期漫长 而且呢 工作量巨大 整个制作要一环扣一环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炉出来的生铁呢 我们要接下来 就是要做 汉代环扫刀的复刻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汉代环扫刀的复刻部分 先看图 那么刀刃的断打 前面我们初胚打完以后呢 我们应该要进行复合断打 我们是三枚复合断打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 一二三三枚复合 断打这一块 其实最终集中在白链成钢 就是折叠断打 断打其实我们就铁啊 烧红了 不断地去打压 让它拉长 在这个拉长过程中 又把它给翻回来 又要开始打 在这个过程中呢 火星会刺射 那杂质啊 氧化皮啊 从中就会排出来 这样子来回断打 来回折叠的过程 我们大致要三万多层以上 那么整个周期 大致要半个月以上 这把刀呢 是一把汉代的标本 保存非常的好 这把汉代环扫刀 那我们就根据这把汉代环扫刀 一比一的复原 复刻去制作 做出来以后 跟它是一比一的 包括长短厚薄 全都是一比一的来复刻 因为这把刀 保存得非常的好 连刃口的烟膜 都能够保存 刀型 刀织非常的优美 而且它的刀环 环扫部分制作 非常的精良 工艺非常的好 就根据这把刀来复刻 这一把汉代环扫刀 也是密把保存 非常好的 上面呢 还带着七 七窍 部分的七 包括木饼 碳化的木饼 刀饼 刀手 都非常的好 这把刀 保存得非常的好 这里还有一把 还手刀 这是有装具 这个护手还是在这里的 这把还手刀 那同时呢 我们还研究了 汉代的剑 汉代的剑形 汉代的剑形 包括这把 汉代的剑 还有很多 我们这样子的标本 就不一一展现 给大家看 那么我们根据 前面看到的这个食物啊 我们根据一比一去复刻 一比一的复刻 这把 这把刀 刀打完以后呢 我们浮土烧刃 进行浮土烧刃 浮土烧刃 浮土烧刃 跟大家解释 就是大家常看到的 日本刀的这种波浪纹 它就是浮土烧刃 脆火成型 日本刀的工艺 最早就源于我们 唐代 汉代的 这个刀剑的热处理工艺 这个烧红了 可以看一下 这我们的 烧火 出来 因为它这个热处理的时候 它的炉形要长 所以火会很高上来 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来 可以看 粘的土 来我们的水槽 直接烧好 进入水槽里 烧完以后 上来 我们再土 再把它用锤子 敲干净 来调整形 刀形整形 再重新 因为变形 热处理的时候 它会变形 变形完以后 我们就开始来 整形调整 整形的过程中 同时还是拿着 这把圆形的 汉代刀 来附 一模一样的整形 一模一样的去 这整形做完以后 我们就开始细磨 筋磨 细磨刀刃 细磨刀刃 这刀条 最后我们再加上还手 最后成品出行 可以开始看一下 成品出行 成品出行 我可以看一下成品刀就行了 成品刀 大家可以看一下成品刀 这把 就是我们的成品刀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细节 刀子用来看成品拥 刀也一样 形状也一样 一模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细节 特别是刀头 微弯往上翘这点 又非常的漂亮 这把汉代汉山刀的刀支 线道的曲线 非常的漂亮 因为我们这个是折叠断打 在我们的刀钻上 能够很清晰地看到 我们的锻造纹 因为在视频里面不一定能看得到 这个锻造纹非常的清楚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比较难看 不一定看得出来 因为磨得非常的细 在门身的关线的原因 它不是很清楚 那么在现场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个锻造纹 谢谢大家 此次汉代环手刀的复刻 经过了差不多前后两年多的时间 终于把它给复刻出来了 从我们最早的洗铁杀气炉 烧炭 炼链 到断打刀胚 最终出炉 浮土烧热研磨等等 就整个这么一个流程 大约我们经过了十八个月的时间 而复制这一把环手刀 总共花去了二十四个月的时间 其间的曲折艰辛与快乐享受 只有自己可以体会明白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但每每劳累终日之后 受挫 沮丧之时 想到复刻这把刀的意义所在 一股无形的力量又支撑着我继续前行 不断省视这把船式宝刀的种种细节 总是会被一千八百多年前的筑建师 精湛的记忆所折服 所震撼 深感自己身上 在工艺上制作的不足和责任重大 为了中国刀剑文化的复兴 重建古炉炼铁 复刻汉代还手宝刀 不但是当代刀剑筑建人的责任所在 更是中华刀剑文化得以发展必有之路 那么近年来 收藏刀剑和制作在中国着剑走热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关注中国刀剑文化 但是受刀剑文化自身研究水平的限制 以及流行文化系狭义文学的影响 众多运输的影响 大量当代刀剑制作出现 不依据历史的依据 根据进行任意的杜撰 篡感等情况 不但影响中国刀剑文化的复兴 也误导了大众视听 从而扭曲了中国人对中国刀剑的认知 因此我认为 中国刀剑文化的复兴 首先需要从根本上复原中国古代刀剑的经典制作方式 以及作品 然后在复原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我复刻这把汉的还手刀 就是在如此心境下进行的 尽管我生之我的作品存在着很多的不足 但是每个缺陷都促使建村 白改之头 更进一步的动力 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 为中华刀剑文化的复兴 添新火之力 谢谢大家